基本上我们就是从文字、资料相关函数再到逻辑函数 然后跟表单设计 再来就是日期时间函数 上个礼拜有讲到有关数学跟统计 比较重要像sample的函数 还有就是sample函数 另外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就是要怎么去做出类似的效果 其实VBA里面没有sample函数 可是它可以做出累加的效果 所谓累加就是自己加自己 最后把加完的结果输出到某个储存格 这部分的话其实也是上礼拜讲到的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直接去调用ECL的函数 那直接当然有几种方法 要不就是你就把公式丢到储存格 得到结果之后再把那个结果拿来用 这是一种方法一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用application.watch function 你也可以去使用ECL函数 只是使用的方式 像范围的话 你就用range 才能去使用这个方法 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或者在云端上面有参考的程式 另外最后同学是有问到跨工作表 存取资料的部分 其实最关键就是多一个 其实这也是蛮多同学问的问题 跨工作 那你第一个你需要就是知道一个那个所谓的工作表物件 S-H-E-T-S 这个序词的话 刮胡后面就给它什么名称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 点的话就是它的什么呢? 可能sales,可能是range 那这样的话才可以所谓的用跨工作表的存取 那实际上后面如果说你希望像工作表里面的大量资料的合并 比如很多工作表一下子合并在一起 或者工作表的分割 或者一个大的工作表里面按照什么类别去把它分割 那基本上都是相当简单的 而且程式码真的没有几行 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所谓的这个工作叙述物件 这个部分的话呢 会在这个下一期的那个进阶课里面会特别说明 OK,那当然你说老师你论文办法为什么不特别讲 主要原因是因为相对的这个相对复杂 会比较就是建议还是先从单一个工作表先了解 等到你有基础之后 你再去了解多工作表 否则的话你可能你一个工作表都已经搞不定了 你多工作表当然问题更大 那未来当然还有所谓的多工作簿 那工作簿就是以色尔达纳 也就是如果你有很多个工作簿 就是以色尔达纳 你如果你要合并里面的东西 或分割里面的东西 那其实呢 你可能就要多再学一个叫 我不可物件 我工作表不可 工作不 物件那也就是利用了物件 你也可以再做合并分割 或者是你要把它做一些其他应用都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来看数学函数的相关的练习 所以请各位再把范例题里面开启数学函数 这个练习题 那这个练习题里面 今天我们主要要针对那个所谓的康子 相关康子就是算几个 OK 那算几个的话 请各位先切到那个康子跟康义符 先切到那个康子这个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 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想知道几个讯息 像这个范围 A2到K7这个范围 那这里面的话到底有几个的数字 数字OK OK 第一个问题 也许你有把答案 里面有几个数字 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空白的 那当然你里面的话 如果要算空白的话怎么算 第三个的话 我想知道说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有没有有资料的 什么叫有资料 就是说里面的话只要 它不一定是数字 其他这些都算 有没有 true false 中文这些都算是的话 那我该怎么去使用内建的函数 帮我完成这件事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在统计类里面 往下卷动 特别是统计 统计里面的话有 count 相关函数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刚刚第一个问题 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你用 count 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个题目里面就有 这个说明里面就有 计算范围中 包含数字的储存格数 就是它帮我 你只要给它一个范围 它就会告诉你 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OK 所以 count 是算什么 算数字的 count A 的话 是非空白的 意思说有资料的话就帮你算 那 count Blank 顾名思义 如果里面要算出是空白的 那你用 count Blank OK 然后 count If 的话 它有点像那个 Summive 什么意思呢 你给它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范围大于30的有几个 比如说我第一个我们先用 count count 凡数的话 把这个范围给它 帮我算一下数字有几个 53个 OK 以后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53个是数字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想知道说里面不是有数字 是有资料的 有几个 资料 count A OK 那我们就把范围给它 它告诉我就是59个 那不过如果说我今天想知道什么 这里面有几个 有资料但不是数字的 那其实你就把59-53就好了 OK 因为 count A 是不管是不是数字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有资料但不是数字 OK 那你就把59-53 我想知道这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那你就用什么 用 count Blank 这个里面有几个范围给它 OK 然后把它按确定7个 所以当然有资料没资料加起来就是total的总数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里面总共有66个储存格 最后的话如果想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有资料 而且是数字 而且是大于30的 那你就可以range一样 这范围给它 然后criteria就是大于什么 大于30好了 OK 而且这个其实跟sumif还蛮像的 只是sumif会多一个参数 就是最后帮你sumif 就是sum的那个就是要帮你加总的范围 就好有几个OK 总共是7个按确定 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 而且它是大于30的 大概就是一个两个三 当然不是这样你就用算了 基本上就是用函数就可以解决 基本上con的相关函数 这三个其实就很好用了 尤其conif非常好用 如果你会用的话 就可以拿来做什么用途呢 包含就是说我想知道 底下有几个范例题的 比如说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像黑名单筛选 跟那个所谓的那个 乐透彩的重量几率统计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先来看一下那个黑名单筛选 那这个黑名单筛选 这个范例主要就是什么 这个是黑名单 意思就是说总共total 这家公司里面 它在网站上面总共会有 22223个黑名单 当然也可能更多了 可能也20万30万都可以拿 那只是说我想知道一下 可能刚好老板每天都会 给我一个清单 跟我讲说你帮我查查看 这个查询清单里面 我其实1000个底下还有 他每天要查5000多个 只是说我们练习 我是刚好切1000个 所以我终于也断掉 因为就算1000个就好了 我怕有时候会算太久了 1000个就够了 实际上可能会有更多 所以他每天的工作 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每天要做什么 就是比对 比对什么呢 这个清单里面 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 有的话那就帮我把里面清单里面的查询结果 帮我call到第三个工作 这也是跨工作表 三个工作表 帮我把那个结果快速的帮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OK要该怎么做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其实最后最好按按钮 按下去自动就完成了 这也是跨工作表 可是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其实跟各位提示一下 其实这一题最重要的 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刚刚使用过的 康义符 其实就可以很快解决了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你的工作需求是什么 是希望比对两个工作表 两个表 两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地方是一样的 有的话 帮我把它得到结果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county 这county非常好用 因为有时候人工在那边比对比对比对 比如说新的资料跟旧资料 到底新资料旧资料 有哪部分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我想知道不一样的部分的话 以前用人工来做真的是大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你会用county的话 第一个又快速 第二个又精准 因为如果你用人工来比对 还会有漏网之语 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 如果用county 而且其实不用写程式 county就够用 只是说要怎么做 会是最快的 待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边的话可能会第一个配合county 第二个的话可能会慢慢 学会一个叫定义名称的 因为范围很大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定一个名称好了 否则的话 你有时候要选举 不太好选举 第三个的话 就是在使用所谓的筛选功能 资料里面有个功能 叫资料里面的筛选 这个筛选的话就是把你得到的资料结果 你要找的结果帮你筛出来 留下你要的 其他不要的就不要显示出来 筛选 这个有点像资料库里 资料库里面的select功能 查询功能 其实也类似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也等同是 把Excel当资料库来操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先试试看 count四个重要函数 包含count a count blank count if 然后再试试看黑名单筛选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其实想一想 但用count if 已经算是最简单的策略 而且count if 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count if 的概念 其实除了说 用在资料比对之外 其实在什么 枢纽分析表 其实里面也有类似count if 的概念 所以枢纽分析表里面 很多是samif、count if 这种概念所做出来的一个工具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要做报表的话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用枢纽分析表 用这两个函数 有时候其实简单的就可以把你的事情快速解决 比如说count if 能做什么 第一个 两个或多个范围资料的比对 比如说你们常常在那边比资料 而且我发现 常常有同学问我的问题里面 多半都跟着有关系 老师问了好多资料 可是我每天都要比对 那怎么办 怎么比对最简单 他想说你学会count if 就够了 count if就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 只是说像以这个题目来看的话 要怎么做最简单 请各位先试一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